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群晖又在炒豆子了 但我并不觉得不是 因为我知道我的iPhone备份又开始在运行 这一切都是自动的 完全不需要我做任何操作 嗨 大家好 我是小胖 你的微信占有空间是不是越来越大 从好几个GB到几十上百的都有 里面的信息又不好都清理掉 毕竟现在生活工作都离不开它 还有手机中其他应用的重要信息 这样加起来免费的iCloud 5GB空间 肯定是不够你备份整部iPhone的 即使你升级iCloud付费方案 空间也有限 而且还要多一份支出 最近我个人使用的方案 是利用Amazing这个iOS设备管理器 自动的去备份iPhone 毕竟手动备份谁都会忘记 当然如果你对这样的内容感兴趣 记得点赞转发视频并关注订阅我的频道 谢谢 打开Amazing 首次使用的时候会要求数据线直连 一切就绪后来到控制面板 你可以在这里看到iPhone设备的详细信息 包括当前电池的具体情况 健康度和循环次数等等 回到首页找到管理应用程序 可以看到所有安装的第三方应用 如果你只需要备份微信的聊天数据 右键点击选择备份数据 Amazing格式的备份只包含数据 并不会备份安装包 所以占用空间少很多 这里我自己前天手动备份的微信数据 大小2.3GV 而整个微信在手机中是4.34G 非常节省空间 在目标文件夹 这里选择你的保存位置 点击下一步就可以开始了 当然如果你的重要数据不光是只有微信 而且谁都不会记得经常去手动备份 好我们点击选项 最上面的自动备份 点修改 设置备份计划 可以在多种计划中找到你喜欢的 你还可以设置具体开始的时间区间 因为需要跟随电脑运行启动 比如我自己每天回家后 电脑开机的时间区间 大概就是晚上的7点以后 如果你回家没有用电脑的习惯 那么就设置在白天的工作时间段就好了 当然也可以不用设置 让Amazing自动根据你的使用情况 安排启动备份工作 这里加密一般可以不用 备份位置这里需要更改 默认的位置是安装Amazing应用的设备 比如我这个是Mac 但我并不想占用我有限的Mac空间 所以我已经更改为我的NAS了 你可以在右下角这里点击添加备份位置 找到你需要的位置就好了 这就是视频开头 我那群晖NAS炒豆子声音的来源 备份存档这里 Amazing会启用存档功能 再次备份你的iPhone备份 这点类似Mac的时间机器备份 这样你可以在多个备份中做选择 不用担心数据会被覆盖 还有下面的WiFi连接就非常实用 第一次在备份iPhone的时候 Amazing会要求你使用有线连接 它是完整的备份 时间会稍微久一点 从第二次开始 只要是你的iPhone和你的电脑 连接的同一个WiFi网络时 当然电脑也可以有线连接 只要是和iPhone在同一个网段都可以 这个时候Amazing会和手机自动连接通信 并在合适的时候以无限的方式备份 另外数据是增量式 所以时间也很快 这一切都会是在后台默默的运行 你根本感觉不到 当然除非你和我一样 用某数品牌的硬盘作为群挥储存 Amazing免费版是支持备份功能 如果哪天你需要恢复 再去考虑是否要升级 OK今天所有的内容就到这里了 希望能够帮助大家更好 好的使用iPhone 保护好你的数据 目前这个方法 是我使用多种方式后 觉得最损心的 如果你知道其他好用的方法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讨论分享 你的留言非常重要 我是小鹏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by bwd6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